歡迎大家又回到堅仔賽馬頻道 我是波仔 馬不停蹄 剛剛昨晚谷草賽事之後 今天排位 接下來星期六 沙田馬場有10場日馬賽事 全部草地用A加三跑道 A加三跑道今季用過一次 就是12日國慶賽馬日 當日場地比較乾快些 放在前面走的馬相對較為好處 去到下半場都是較為持續的 整體上尤其是短途賽事 走三點的馬匹都較為不利 不過天文台說這幾天可能會有些雨 看看上季同期的施加三 12月23日當日有些雨 去到尾段場次落得很密 所以越跑賣能場地不太好 所以臨場再視乎天氣 如果跑正常場地 快地 可能A加三的內疊前置優勢會較為大 而今次賽事 頭場跑五百千六米 出馬10匹 這場首選選了一號的山山勝勝 今季跑了三場這麼大 谷草兩場比較短途的比較一般 而上一次隔了四天再上陣 縮了一千 似乎補了新鮮感更加慢腳 不斷追回很多失地了 帶大家看看前一場 跑第二一九零總場次 起步是慢閘 迫著樓口 扔出去外跌 荷空地山白咒藍武 就是生生勝勝 大我當 也可以看看勇俊大師 都在這場裡跑的 而生生勝勝 這一組裡面 不斷全場最快 23至35 撲班sir追回第二 而在我旁邊的 探險家 明明的聲輝 雖然近期明明的聲輝 上到四班都輸 但是還是走到一個少少不利場地 探險家 都是五班 經常可以上名 都可以做一個指標 看看這匹馬 其實上季都曾經去過一里跑過 當時是沿途快放 不知是否練習 我們再看看神操肌肉方面 這次的休息期也比較足 隔了24天再上陣 在早前的時間 跳了三段的功夫 不斷是一個 針對性練習的情況 這次的馬少少場合 縱使他早段 可能是比較慢腳些少 但是這一組馬裡面 那個對手 不是太強 如果進到直路 那個距離的位置 不是太遠 他也有機會追入一直 所以這隻比較 五班頂一點的馬 我先選了他 好了 如果你說大利前置 李智希這隻馬 今季跑了四場 當中有三場 最近的三場 都放在前面走 亦都虧了些快步速 帶大家看看 他大前仗 087那場的賽事片段 好了 鏡頭帶大家看看087 李智希在哪裏 在第三位的位置 白白地心 有些藍咒 淺藍咒 這場 早段的步速很快 前超快 後慢 而放頭紅眼咒 就是得意 然後 下一場 161裡面贏了 在旁邊的情浪拍檔 就是李寶利和霍里士 金貴的開齋馬 而李智希這場 反對進來 其實都頂得兩嘴 而外面追上來的七寶 開心大師 成勝追擊 甚至金章輝煌 都是一些斑頂的馬匹 所以他這一場 虧步速 而回來僅僅給三隻 在四班七寶 開心大師都可以上名的馬匹 而過 我覺得表現都可以接受 最近兩場 都是虧了一些快步速的金錢 這次馬小場合 應該不會斜得太快 三黨應該最先可以 咬一條欄去霸佔位 希望這對奇連組合 都可以有些交收 而第三選爆 勇俊大師 上一次就季內初出 剛剛我們看過190那場的賽事片段 其實他扔到大灣回來 他不算輸得很遠 他有追的 這次賽前 雷神都挺兼顧這隻馬的 又跟他大圈操練 還有試集的 最近我大集看似沒什麼走勢 但其實過終點的魚勢都不頑 我覺得這隻鑽倉的勇俊大師 熱完三鋪 這次試過一集 隔一個月的時間 休息期 我覺得是合適的 他也是 減筆之前過快的 其實上年霍利時馬房 一落斑都已經有些表現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 低位反彈 低位起步的馬匹 是要兼顧的 而另外三個大和寶區 上次去谷草跑一場千八 都可以抹掉它 而我們可以看看統計 每次每一匹馬 進去 看見這個表裡 黃色描述就是 這次他會跑的路程 谷草在右邊 跑過六次 全部都不行了 縱使當時這隻馬 還沒上力都好 一千千二十六五零千八 全部都不行 而田草跑了一千六 跑了兩次 一個第二一個第三 似乎 田草這個路程 是比較有保證的 雖然這次他延遲報名加入 馬房第二選擇 但是不要因為 這樣完全放棄了他 上次當是沒有用力 他也是跟了快步速 金銅聖木快速上升 全部被掩蓋 所以我覺得這隻大和寶區 在這組裡都值得兼顧下去 好了 投場的賽事 波仔選擇以後的山山勝勝 我來自喜 鮑魚勇俊大師 和生學的大和寶區